赛翁是马,24岁王曼玉暴龙输球后收梁起劝 林高远祝福,马林做新决定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九 7号呢,在成都举行的乒乓球混合团体比赛中 中国队应战法国队 并且再度8比1制敌获胜 而在上一场比赛中,中国队8比1战胜了斯洛伐克 只是在中国队对战波多迪各队的时候 最令人意外的就是国手球员王曼玉的暴龙丢球 输给了小岛来的迪亚兹 但其实迪亚兹的实力并不差 他是世界排名积身前十的球员 只是不少球迷还认为王曼玉会是第二个陈梦 辉煌时代呢,转身即逝 不过对王曼玉来说,这一场比赛实力显然是赛翁失马 因为之后他也是收到了两个习讯 在和斯洛伐克以及法国队的比赛当中 王曼玉显然是做了更多的准备 轻而易举就领风对手拿下了胜利 再度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国拼主力王牌,当之无愧 重新征服了关注和教练组的信任 第二个习讯就是王曼玉一直以来都有根本性问题 这可以说是国拼部分球员的通病 那就是慢热 众所周知国拼大心脏的称号体现在失利后的逆风翻盘 但有些赛制真的是非常针对 所以我们的国拼球员也需要去改变这样的心态 不要去拉持久战 实力展现速战速决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所以这一点相信王曼玉这下也深有体会 对她来说也算是不断的在蜕变和成长的一个过程 而对她的重新崛起 林高原也是松上祝福 玛琳也做出新决定 那就是对王曼玉要更加重视 我们也期待王曼玉能够早日重彤辉煌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